接下来我们学习两种Graph终端命令常用的模式查找 那首先啊老师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模式查找 同学们当我们搜索一个文件的时候 如果希望按照某种模式或者套路来搜索对应的文本内容 我们呢就可以把它叫做模式查找 模式查找又可以被叫为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的有关内容啊 我们呢会在纪约班给大家详细讲解 在这一小节中老师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 Graph终端命令常用的两种模式查找 好对模式查找有个简单的印象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小节的重点啊 同学们在我们日常开发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需求 就是来判断指定的文本必须出现在一行的行手 或者指定的文本必须出现在一行的行为 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被叫做模式 老师再重复一遍啊 如果我们希望指定的文本一定出现在一行的行手 这个是一种模式 而如果我们希望指定的文本必须出现在一行的行为 这个同样也叫做模式 好明确了这两种模式的概念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如何来直线我们的需求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参数格式啊 如果我们希望搜索一个文本出现在行手 那么我们在指定文本的同时啊 在前面增加一个向上的箭头就可以了 来再看一下行为啊 如果我们希望搜索的文本必须在一行的行为 那么我们指定完要搜索的文本之后 在文本的末尾增加一个Dollar符号就行了 哎这个是两种参数的格式 那接下来在我们演示之前啊 先让我们明确一下向上的箭头和Dollar符号 对应的键盘按键 现在老师呢把虚拟键盘打开 同学们现在把注意力啊 集中在数字6和数字4上面 现在老师按一下shake键 注意看哦 大家看shave的键按一下之后 数字6是不是变成了向上的箭头 而数字4呢就变成了Dollar符 哎这两个符号 一个呢就是对应的判断行手的搜索 而另外一个呢就对应的判断行为的搜索 数字6对应的是行手搜索 数字4对应的是行为搜索 好知道了参数格式之后啊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乌班图老师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同学们看好在123这个文件中是不是有很多字母F开头的内容 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要通过查找把所有字母F开头的行全部查找出来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来让我们回到终端中 老师呢敲一个GREP GREP 空格 然后呢敲一个向上的箭头 然后敲一个小写的F 现在我们给定一个123的文件名 然后老师回车 大家看是不是只有在行手的小写F才会被高亮 而每一行中间的F还会被高亮吗 并不会被高亮对吧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如果指令一个向上的箭头 那么只会搜索文件中每一行开始的部分 这个是行手匹配 那接下来再让我们看一下行为匹配啊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搜索一下 每一行以字母A结尾的 那应该怎么做呢 来老师敲一个GREP 然后先敲A 注意啊 行为是先敲内容 然后行为的符号是什么 哎非常好 刀的符号 数字4 按下摄影侧键 对吧 然后我们再给一个文件名 现在老师回车 大家看回车之后 是不是每一行以字母A结尾的 这个行就会被显示出来 那现在老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同学们 我们如果想把这些行的行号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哎非常好 我们可以增加一个-N的选项 对吧 老师呢 来敲一个-N 然后回车 哎 是不是就会把行号写出来 那同样 如果我们做行手匹配 是不是也可以增加-N的选项啊 来我们再试一下啊 GREP-N 要搜索行手用哪个符号 哎 Shift6 然后呢 敲一个F 现在老师再输入一个文件名 来回车 同学们看 是不是行号同样能够写出来 哎 讲到这里 老师啊 就给同学们介绍了一下 GREP这个终端命令 常用的两种模式查找 一种呢 是查找指定的内容 只出现在行手 我们用一个向上的箭头 而另外一种呢 就是查找指定的内容 只出现在行尾 我们指定完要搜索的内容之后 在内容后面增加一个Dollar符号 就可以了 那现在老师就暂停一下视频 我们就这样了 对 就是这样了 对 对